尊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这第八届 第八届2013年IGF大会 我们首先有请联合俄国经济社会部 UNDESA的Thomas Gass先生给我们做开幕词 各位尊敬的阁下 各位通讯与信息部的部长 非常欢迎各位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到这里来参加这个会议 我也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这里代表吴宏波副秘书长 来做这番讲话 非常遗憾他今天不能出席 也代表潘吉文秘书长 首先欢迎各位来参加网络治理论坛的第八届大会 在这里我也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召开了这次重要的大会 另外我也想特别感谢 印度尼西亚的多方利益攸关者组织 做了很大的努力 使得这次会议得以进行 我再次也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的这个捐赠者 也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因为没有你们的实务和资金上的资助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IGF的论坛也不会有今天的可持续的结果 再次感谢你们 最后再次我也想感谢 我们所有的IGF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委员会的成员们 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么他们的领导小组当中 也有许多的可以支持我们工作的很多的讨论 联合国对你们的工作也会非常的支持 随着工作进一步的这个深入呢 我们也会非常的支持你们的工作 再次感谢MAG领导小组所有的人的工作 各位尊敬的各位尊敬的格下 在今天我们要再次强调 我们对于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这个模式 那么这表明 在每一次的大会上 在所有的地区以及国家的这个大会上 我们这一点都得到了体现 我们这样的一个论论实际上是 不同的政府以及不同的机构之间 进行政策对话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同时这也表示各位的决心 以及成千上万的在线上参与讨论的人的决心 各个政府的代表 以及各政府兼机构的代表 公民社会还有商业机构 以及电讯部门的代表们 正是因为你们使得我们这次的论坛 能够会取得成功 各位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 这其实也是IGF的第三个五年的计划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联合国的大会 就会对IGF的工作 做出进一步的回顾和审核 联合国的秘书长是坚定地 站在IGF的背后支持你们的工作 最近联合国关于信息社会的发展的一个联合的声明当中指出 那么他非常的支持 在2015年之后的整个的信息的世界的发展 将会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这会给我们创造出进一步的协同的效力 使得联合国内部 以及和各政府之间的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些合作的机构 比如说Anktat UNESCO 还有IT UN等等 能够有进一步的协同的效力 女士们先生们 各位阁下 我们必须要能够一起来建设一座桥梁 能够使得大家能够接手起来 能够维护和平 维护发展 那么使得世界可以不断地发展 同时要维护人权 政府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能够有相互的信任 而且同时也能够实现ITC所提出 通过ITC的技术能够使世界和平的目标 那就能够得到实现 那么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坚证建起来 那么安全的 大家都付得起的网络 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要实现一部分的千年目标 那么千年目标当中的其中一部分 就是可持续的发展 要把ICT的技术能够进一步扩大 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在今年的年底 大概世界上就15%的人口 都会可以再上网了 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 有很多人他们都没有可能接触到网络 所以我们绝对没有任何可以自满的理由 ITC在整个的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会起非常大的作用 同时它也可以使得新闻的自由 和言论的自由 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那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的和腐败作斗争 和性别的不平等作斗争 可以争取更大的发展 网络现在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同时也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具 可以推动工作 推定就业 同时也进一步的推动教育 文化 使得妇女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同时进一步的推动透明度 同时在决策的过程当中 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 所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ICT的技术本身 它并不能够单独靠 它并不能够实现整个的目标 所以我们需要能够通过IGF 建立起来一个支持性的环境 这样就可以使得信息技术的潜力 使得可持续发展 对所有人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得到保证 各位阁厦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已经意识到 网络的世界在不同的方面 在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技术 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会 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 这样就使得IGF的年度的论坛 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 我们谈到过网络的监督的问题 同时也有各种各样的关注 因为在网上也可以看到 如何对他进行更好的监督 是避免这些犯罪等等 但是有时候也需要考虑 他如何能跟人们的言论的自由 能够进一步的平衡 人们的在网上的这个权利 不应该受到过端的干涉 大概在60年之前 我们通过了人权的宣言 人权宣言当中的第19条规定 所有的人都有平等地表达 自己的言论的权利 那就是说那么不可以去干涉 或者不可以去私下去探究别人的 这些想法 我们需要能够进一步联合起来 以便能够在安全和公开方面 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平台上面 ICT的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因此在这里我们也意识到 它可以挽救生命 同时可以改变生命 所以我们必须要能够加速ICT技术 能够让全世界 现在没有使用上ICT技术的人 都能够使用他们 我们应该能够有公开的数据 能够大家共同分享 它的带来的好处 也要保证在2015年之后的发展当中 也需要能够进一步保持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的革命 我们需要能够携起手来 需要找到共识 能够使得这些整个的英特网 能够安全 能够所有的人都能上网 而且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益处 在此我也预祝这次IGF大会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现在按照我们会议的议程 下面呢 我想有请印度尼西亚的交通 印度尼西亚的信息技术 与通信部部长Tufftel Sambarin先生 跟我共同来主持这次会议 各位下午好 我们想祝大家所有的人繁荣和平 各位尊敬的阁下 女士们 先生们 首先 我想代表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 以及印度尼西亚的人民 欢迎各位来到印度尼西亚 来到巴厘岛 对印度尼西亚来说 能够作为东道国举办第八届 英特网治理论坛是巨大的荣幸 我想借此机会 向各位与会的政府的代表 国际组织的代表 公民社会的代表 学界 商界 以及行业界的代表 以及技术社区的代表 来参与本次论坛 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也要对联合国 以及IGF的秘书处 表示热烈的祝贺 祝贺你们与印度尼西亚的 信息技术部的合作 成功地准备并举办了本次论坛 我也要感谢Gas副秘书长 感谢您刚才热议 秦阳义的发言 我非常荣幸能够担任 本次2013年 英特网治理论坛的主席 希望本次的会议 会具有建设意义 大家能有更好的交流 那我要感谢各方 对这次会议的热情的支持 女士们 先生们 英特网呢 给人以来说呢 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它能够让大家 更容易地进行交流和沟通 让它的近10亿的用户 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 并且呢 也能够使得社会发展的一些项目 有更方便的一些沟通和交流 它能够让人们 不管是各个级别 都能通过英特网联系起来 它也是 让许多国家 能够进一步地将英特网呢 汇集它的这些人民 印度尼西亚呢 也是同样的情况 目前呢 我们也是有英特网网民数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在2010年 我们有6300万互联网用户 接近我们人口的24% 在过去十年间 印尼的英特网的流量呢 增长了 到了超过200万 这也是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些 这个内容供应商 一些应用供应商 都是不断地发展 带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们觉得 要让我们的人民 能够用上英特网 这还不仅仅是我们唯一的目的 我们呢 也致力于 要确保我们的英特网 是能够公平的 让全国的人民 都能够 以合理的价格享受 包括 农民 这个农村 我们预期呢 在接下来几年 我们互联英特网 会进一步的拓管到 我们的中小企业 支持我们的商业企业的发展 这也对我们的经济增长 以及可持续发展 会做出贡献 这已经是我们一个 全国性的 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 希望借此呢 来尽可能的利用英特网 让这个个人 和我们的国家 都能够从中获益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互联网给我们带来 巨大的发展的潜力 但是同时 也给我们带来了 许多的挑战 由于技术 和英特网的快速的发展 在许多方面 带来了一些挑战 也对许多个人 社会 甚至是国家 都造成了问题 挑战 摩擦 甚至是冲突 它实际上在一些方面呢 也是 出现了一些数字 鸿沟 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网络犯罪 等等 对我们未来世界当中 这个我们希望呢 能够让它不受这个剥削 等等问题 在英特网的时候 不要受这些问题的困扰 以及这个 这个我们说的数字 十字率也是非常重要 并且呢 希望它能够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就业 所以说增加的这个联通性 这已经是我们的一个共识 但是安全方面呢 也应该得到解决 因此呢 我们需要在全球层面 加强大家对于这个 英特网安全的重视 我们需要 确保这个网络技术 给我们共同的带来 平等的繁荣发展的机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政府或者是非政府的 组织都不可能靠自己 完成这一目标 要让网络变得更安全 需要一个全球的合作伙伴 在政府之间 公民社会 以及私营部门 以及其他利益 有关方之间进行合作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IGF的会议呢 从2006年开始举办 已经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这样一个 多利益 官方的对话的好处 以及它的效果 它能够促进我们一个发展 实现我们共同的目标 这个论坛呢 也是来自于我们 一个重要的共识 就是英特网的未来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论坛就是从这个问题 开始着手创立了 互联网 英特网应该如何进行治理 才能够汇集所有的人 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需要各个利益 优官方 政府 私营部门 公民社会 技术学术的社区 都能够参与 并且贡献他们所有的资源 今年在第八届 巴厘岛举办的IGF上面 我们将继续加强 我们这一方面的合作 我们会 这个字的主题呢 是桥梁 加强多方利益 攸关者合作 促进增长 和可持续发展 这个不仅仅对印尼 才有意义 而是对世界上 绝大多数国家 都是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接下来的四天的会议当中呢 我们需要多角度的 合作的去看待问题 因此呢 我真诚的希望 大家能够在这个会议当中 在讨论当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我相信 2013年的IGF论坛 一定会对我们最近全球的 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客戟 做出巨大的贡献 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为互联网治理 为这个政策 为采取行动 解决挑战方面 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也相信 只有通过密切的合作 我们一定能 才能够得到一个 这个互相的这个理解 建立起共识 并且呢 能够加强我们的 多方利益攸关者的 这个合作 来促进增长 和可持续发展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为了正式宣布 我们论坛的开幕 请Gas副秘书长 按照我们 印度尼西亚的这个传统 请跟我一起 来到这个铜锣之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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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尊敬的阁下 各位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接下来我们就正式开幕了 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 IGF利益攸关方的 一些重要的人士 给我们发言 那我首先请 我们的这个秘书长 陈台马萨克 来请我们的发言人上台 陈台马萨克先生 谢谢主席 Subrin先生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我们的开幕发言环节 有相关 利益攸关方群体 我们上面有八个发言人 每位会有六分钟左右的发言时间 请大家呢 务必这个言简意盖 不过如果如果不能收拾的话 可能我会不得不实施提醒你们 我们第一位发言人 按照我们的惯例 应该是哈马萨克先生 这个国际电信联盟的秘书长 但他今天不能来 所以说呢 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视频的发言 我们把视频放出来好吗 谢谢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感谢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能够举办本次第八届IGF 那我也要祝贺联合国 特别是联合国 京涉世卫部在印尼 在巴黎岛举办本次会议 我呢 很可惜不能亲身到场 但是还好 可以通过这种远程的方式参与 从一开始呢 我们ITU 一直非常致力于参加IGF 因为这是个多方利益攸关方的一个举措 在2003年呢 我们也是帮助促进了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我们也很骄傲地看到 多方利益攸关者呢 已经有这样的平台 在重大的问题上来达成共识 自从2005年以来呢 有许多问题 都是通过这个多方利益攸关者 这个方式 我们的论坛今年 吸引了多方的参与 我们呢 也是有了一个 2015年之后的一个愿景 明年呢 我们将会举办我们这方面的一个 高级别的论坛 所以我也是邀请大家呢 参与我们这个多方利益攸关平台上 举办的活动 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来说 这一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包括这个 WTSA和WCIT 2012是在迪拜 以及WCF 2013年 那么这是日灵瓦举办的 我们也看到超过900多个参与方 包括在座的很多人 都是共同的合作 以本人合作的精神 来共同的制定了六个问题上的一个多方利益相关方的一些声明 包括一些政策制定方面 以及呢 也是认可了 用继续这种论坛的方式讨论的重要性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在这个IGF也是组织了一个开放式的论坛 特别关注与东方利益相关者的这个模式 我也是想鼓励大家 借此机会呢 发出自己的声音 女士们 先生们 今年呢 对我们来说都是特别的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全球都在对 英特网的框架进行很大的讨论 这也反映出大家对言论自由 个人隐私 数据保护 以及安全方面的一个重要性的关注 所以说呢 我想向大家保证 虽然我没有办法亲身到会 听取大家的意见 但我们联盟仍然会积极地参与 所有的这些IGF当中的讨论会 祝大家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 好 现在 我非常荣幸地邀请 欧马萨达拉西的先生 欧马萨达拉西的是 爱萨达拉西的信息技术部的部长 他们在2012年主办了IGF的第七次大会 欧马萨达拉西的信息技术部的讨论 各位阁厦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 会讨论会议有很多人参加 内容非常的丰富 也很有活力 加起来 128个国家 1300多的参与者 另外还有3000多个IP的地址的代表 那么都参加了我们那次会议 而且我们参加的会议过程当中 有120多个小型的研讨会 所以巴库这次会议 可以说对整个IGF的过程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认为目前在巴黎的这次会议 将会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让我们IGF在未来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在这里我想也祝贺这一届IGF大会的组织方 也希望能够在IGF的论坛的过程当中 能跟各位交换意见 现在在全球 英特网在不断的发展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各个国家和各个机构 需要更多的交流 IGF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能够使我们就网络的治理 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同时我们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 共同的机制 IGF大会 以及它能够把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 联合起来这样的一个机制 可以使多方丽与攸关者都能够携手 以便最后取得积极的进展 我觉得这一点 在我们整个论坛的大的框架当中 已经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这就是要建立更好的桥梁 以便能够使得多方力 与相关者进行更好的合作 以进行可持续的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ICT可以说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于埃塞拜疆也是如此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发展的途径 在2013年 我们借IGF这次第七次会议的机会 我们把2013年作为IC 作为阿塞拜疆的英特网信息年 而且我们也发现了我们的通讯卫星 这可以说是在阿塞拜疆的历史上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同时那也是我们2020议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能够有更好的通讯的设施 也希望能够使得我们的这种光缆 可以铺到这个国家所有的这个地方 现在这个计划在阿塞拜疆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络的 我们网络的这个渗透率 可以达到30%左右 使用网络的人可以达到50%左右 这样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只要能够有可能接入英特网的话 就要能够接入英特网 这样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能够使得英特网 得到更进一步的普遍 阿塞拜疆已经取得了 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现在呢 我们现在有一个IT的公园 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 IT发展的进一步的道路 同时呢 我们也建立起来了一个 IT的工作组 地区的IT的发展 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阿塞拜疆是同时也是在 阿派克这个项目当中 阿塞拜疆的同时也是在 跟这个欧洲在信息发展过程当中的一部分 同时呢 我们也是在 最近正在阿塞拜疆的这个政府的领导下来 建设信息的高速路 同时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上呢 我们已经就这个问题呢 做过的介绍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一起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再次的强调 ICT的发展 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可持续的发展 而且应该是促进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在讨论的当中 能够进一步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们要能够进一步促进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 要能够在网络的治理方面更加透明 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目标 女士们先生们 在我结束之前 我想再一次利用这个机会 感谢联合国 感谢他们对目前这个会议的组织 同时也要感谢RGF 在日内瓦的民书处 那么他们每一年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 同时也感谢联合国所有的相关的机构 尤其是联合国的经济社会事务部 同时也感谢各位嘉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弗拉萨 代表IGF所有的参会人员 非常感谢您 也非常感谢阿塞拜江 在去年的2012年的会议上 做了非常好的组织工作 现在我们再来看各利益攸关者的发言 有很多都是我们在去昨天抽签来决定的 第一位发言人是 是巴勒马拉萨斯尔河 他是巴西的通讯部长 现在有请巴勒马拉萨斯尔河 是巴勒马拉萨斯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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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一件事,在第一次参加上,她的第一次 持续任何专门心, 她所在重要的項目,有 C 现在这次回应,我和我们的观察的事情 wherever the needs of President Clinton that reflect on the ONU the sentiment of every Brazilian and Brazilian woman. I also want to bring up the views of Brazil by the subject and ask the поддержers of this IGF so that we can help put together a new path. Brazil recognizes the value of Internet. ğimiz of it, that new opportunities and social networks are opened and programs and opportunities are shared 而,主持人,秩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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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秩序 这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开放,更能够体现出我们的文化、政治和经济 这是一个社会运动、商业、娱乐和知识的一个家庭 它保护个人,但又不限制他们的自由 在巴西呢,根据我们的调研 这也是去年,昨天的一个结果,有超过一亿的网民 越来越多的人每年都开始上网 我们也是在最脆弱的、最薄弱的一些区域呢 做了更多的一些帮助 这样呢,也是降低了我们国家的一个数字鸿沟 虽然我们也是获得了很多联通性带来的好处 我们也是面临着问题,就是怎么样让互联网汇集更多的巴西公民 但是呢,我们也不是无条件的希望要任何形式的互联网和英特网 英特网不仅仅是一个某个社会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准 它其实是一个能够汇集人类的一个攻击 应该必须能够让人民和国家从中受益 如果说不经授权就能够任意地利用这个网络中的信息 或者说侵犯到根本的权利 这个并不是道德的做法 它对于整个网络的这个全球性和统一性都会有有害的作用 侵犯了大家的利益并且影响到大家的信任 同时呢,经济资源不对称的这个分布呢 也是英特网的一个大问题 这使得某些国家能够得到一些不正当的竞争优势 因此呢,谈到这个全球网络的治理不仅仅是技术标准 同时也要考虑到经济平衡性以及相关的一些解决方案 对目前呢,大家都表明有很大的这个担忧 如果说这应该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新论坛的话呢 我觉得英特网还需要更多的自由 很长时间以来,巴西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我们也是祝贺那些签署了蒙特维迪亚 未来英特网合作声明的参与方 巴西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声音呢 是互相支持的 我们觉得我们如果要有一个英特网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包括所有国家和利益有关方的声音 我们希望有这样一个模式 能够让我们罗塞夫在联合国提出的这些原则能够得到支持 这包括言论自由,个人隐私,以及尊重人权 开放的,多边的和民主的治理 有透明的方式,以及共同的进行创造和各个社会的这个参与 以及政府和私营部门的这个参与 这也就是多方利益有关方的模式 还要呢,需要有一个这个包容性的 不歧视的这些各个社会的一个参与 此外呢,还要有这个文化多元性 不会强加信仰习惯和价值于他人 还有网络中性 这个仅仅由技术和道德标准来衡量 而不会让他对于政治、商业、宗教各个方面 对他人有所限制 在过去二十年呢,巴西在这些方面 在互联网治理的价值方面 有了非常积极的一些经验 我们呢,巴西英特网指导委员会呢 对于这个多方利益有关方的模式 可以说是一个模范的一个标准 我们的政府、私营部门和学界呢 也是共同的合作 此外呢,我们也很快就要投票 通过英特网权力法案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法案 制定了一系列在巴西使用英特网的原则 它也界定了网民的一些权利和责任 在互联网的使用和治理方面 巴西的一些原则呢 和我们在这个IGF会议上 所分享的一些原则和感觉是共通的 我们愿意举行公开的开放的对话 为了这个世界上一个 英特网治理的新模式去努力 我们因为在不同的国际这个场合下都进行合作 所以我们相信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来看待解决目前最近的一些未经许可 就监督我们的公民、商业和政府的行为 我们也感到担忧的是呢 在网络上的这种间谍活动 会打破人们对于英特网的信任 造成在国家级别的保护和分割的情况 英特网目前治理的方式呢 只会让我们的担忧更加剧 现在互联网的分割越来越厉害 是因为几十年来过多的单边主义 以及这个自我为中心主义 在这个数据和信息的存储和这个联通方面 都有这样的问题 英特网呢确实是一切都开放了 但只有一个例外 就是它治理的方式还不够开放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呢 我们ICON组织的主席Fad Shahadi先生呢 来访 他也是谈到了iStar这些组织 愿意促进在互联网 经测网治理方面的机构性的变化 机制性的变化 我们的总统呢 也是非常欢迎在这方面举办国际会议 来讨论这样的变化 因此呢我也想邀请各方不仅仅是参与这样的会议 而是能够帮助我们准备这个关于互联网治理的峰会 将会在2014年第一季度在巴西召开 我们在巴西呢有社会技术社团商业的这个参与 我们也想希望把这个方法跟其他国家一起同样的来讨论 互联网治理的方式 如果你现在问我 我支持什么样的模式 我只会承认说我还没有一个答案 我也提到了一些原则 但是它具体的一些形式和细节呢 还没有完全的定出来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通过集体讨论的方式来做 我们呢 这个会议可以会出现一些非常清楚的承诺 一个非常清楚的议程 来让大家所有的人来实施 但为了要实现这一点呢 我们需要在互联网 英特网上学习生活和建设英特网的人共同来配合 IGF参与者呢 有技能有知识 也有意愿来建设一个开放民主和参与性的英特网 除此之外呢 在这样的级别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是很少见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总统罗塞夫派我到这里 来要求我们的在座各位给我们大力的支持 希望在这次论坛上的时间呢 能够让我们更有信心 让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去深化我们的讨论 直到我们下一次在巴西见面为主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下一个是沙迪阿布兹萨拉先生 那么它是来自万维网的联盟 哇 我首先得说这个地方真美 这个台 这个主席台也真美 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叫沙迪 Zaraha 我是给万维网联盟工作 叫W3C 那么我更具体一点呢 我是给WAI工作 那么万维网联盟 是一个国际机构 它制定了核心的标准 比如说像HTML XML 还有许多其他的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 现在呢可以说它已经成了 英特网上的最最重要的一个平台 万维网联盟呢 是由Tina Berners-Lee 最先 最先这个 创建起来的 它同时也是万维网的发明者 它所创建的是一个公平的环境 大家可以使用这个环境 而且无需要付费用 也无需要付任何的版税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今天成了一个在全球 无词普及的这样一个 开放的平台 那么我们所用的很多呢 都是跟它有关系的 我刚才说过的WAI 或者叫万维网联盟的网络 可用性的措施 它的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要能够制定策略 制定各种指南 找到各种资源 以便能够帮助那些身体有残障的人士 也能够更好的来使用网络 这也可以说是1997年以来万维网联盟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工作 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WCAG 这个也是W3C和WAI的一个标准 主要是如何能够给 有残障的这些人士 能够提供更好的使用网络的机会 那么我们这个所见的标准呢 也得到了国际组织和政府的认可 最近它一被ISO呢 接受为ISO40500标准 今天我在这里呢 是代表DECAD来发言的 那么DECAD呢 实际上是由国际电联所发起的 和支持的一个机构 他的主席是Angelo Sack先生 DECAD是在第一届IGF大会 在亚森召开之后就建立起来的 因为在那次会议之后呢 大家很快就意识到 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能够在IGF上 或者和IGF 或者通过IGF来共同的努力 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 我们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更加有力可以有一个共同的声音 来发言 现在英特网是非常重要的 可从来没有过 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 能够使残障人士 也能够公平的参与到社会当中来 那么英特网可以提供教育 就业政府服务 还有很多其他的机会 同时他也可以帮助我们和贫穷和社会的排斥 做斗争 这也实际上影响到了很多的残障人士 能够需要能够让更多的这个残障人士 也积极的参与进来 那么他的生活不仅仅是要依靠福利 更多的是要依靠自身的尊严 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曾经通过了一个身体障碍人士权力公约 那么在这个公约当中 把残障人士对于网络的使用 也视为是一种人权 但是这一点之所以重要 也就是因为IGF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它也是一个国际上的多利益相关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能够使得全球的意识得到进步的提高 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些问题 同时也能够使得网络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能够得到更好的利用 就在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边发言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就不能够加入我们的远程讨论 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这个软件的 他的这个软 他的阅读软件 这个在屏幕上显示不出来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盲人 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人都不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 这主要是因为在技术上不兼容 如果所有的这些系统的不同的开发商都能够了解他们的这些需求的话 那么问题就会有很好的解决办法了 但是那么他们的缺少参与 这些残障人士的缺少参与也正是使得他们缺少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此这样的话呢就会使他进一步的被社会的排斥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英特王的可用性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要把文字转化成声音 这个呢也是对于很多的盲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跟我刚才提过的那个同事是一样的 同时他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可以使得那些不识字的人或者移民或者是少数民族 这些缺少语言技能的人呢也能够积极的包容进来 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能够在这里进一步讨论网络的治理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社会所有成员的需求 包括各种相互交叉的这些需求 现在我们还需要有好几很多年的不断的发展 今天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些远程的这些参与 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步了 对于那些第一个第一语言不是英文的人来说呢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的 以便能够向前更迈进一步 所以DICAD要做的呢 就是要能够提供进一步的指南 以便能够使得IGF能够从一个主办方 顺利的交接给下一个主办方 同时我们在这里呢也非常 在制定这些指南的时候呢 我们也一直得到了IGF秘书处的这些支持 我们的这些指南呢 现在呢各个会议的主办国已经能够得到了 在DICAD的主页上大家都已经能够看到了 这个在ITU国际电联的网站上呢都有 那么它也是DICAD的这个主要支持方 同时呢也是在管理它的所有的秘书处的事物 我们希望地区的网络治理的论坛 也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也能够使用我们所提供的这些指南 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这个活动呢 可以使得我们所有的在网络治理方面的 这些相互交叉的各个方面呢 都能够得到这个进一步的交流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呢 通过IGF呢 我们可以使得英特网使用起来更加无障碍 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更加有包容性 谢谢各位 谢谢阿布萨阿先生 接下来一位发言人是萨宾·沃云先生 欧洲议会代表德国亚称的议员 各位阁下尊敬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非常感谢大家 能给我这个机会 在今天下午的开幕式上发言 我也非常荣幸代表IGF 这个欧洲议会的这个代表团 英特网呢发展的非常之快 创造出了各种各样新的机会 也带来很多的挑战 还有风险 对于个人商业国家都是如此 英特网呢 已经成为了我们整个信息社会的一个中枢神经 在过去15年间呢 个人计算机平板电脑手机智能手机 以及许多其他的设备呢 都已经极大的改变了我们获得及使用信息的方式 他们也会继续改变我们通沟通 生活出行学习的方式 有了这些的变化呢 他们都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说我们不能够放任 不管我们必须这个在政府方面 要跟踪这些发展 并且呢解决相关出现的一些挑战 我们必须要创造出一个好的商业环境 保护机会和正当的商业竞争 另外方面呢 也要保护公民的权利 让用户能够充分的得到一个开放 透明公平的互联网的益处 如果从我们上一次欧洲议会 这个选举以后来看呢 我们欧盟的战略呢 是制定一个统一的一个战略 采取一致的重要的决策 这个呢 必须由这样统一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挑战 否则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很好的去在新的互联网时代 获得经济的发展 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留顿 以及这个自由的这个信息的获取 并且保护个人的权利 以及商业企业的权利 这将是我们的方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对我们来说呢 在政治角度来说看 在接下来的欧洲议会的这一个任期 2014到15年间的重要的任务 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 英特网互联网必须是透明 安全的 它必须是开放的 有竞争的 而且它必须是公平 有包容性的 欧洲议会呢 在2005年 对信息世界 信息社会世界首脑大会 派出了代表团 而且之后每一届IGF都参加了 他们也提出了 在这个欧盟层面上 我们对政策方面 所具有的一些讨论和问题 比如说本周 我们的欧洲理事会呢 也在谈到我们在布鲁塞尔讨论 我们的这个 接下来的数字议程的一些政策 我们的会议呢 关注的各方面的问题 都是有关我们的数字经济创新 以及服务的 我们总体的目标呢 是想克服欧洲的市场的分割的情况 并建立起一个合适的法律框架 来增强我们一个数字的这个市场 欧洲议会呢 也在与其他的欧洲的机构 在密切的合作 以实现这一目标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这个政策的真一点呢 包括在网络中信数据保护网络安全 我们这个欧洲云合作伙伴倡议 大数据 开放数据 保护网络未成年人的权益 等等等等 这些的课题呢 跟我们整个互联网治理的问题 都是密切相关的 所以我们呢 接下来几天都会讨论这些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 去年呢 对于不同国家 在这个国际层面提出的一些提案呢 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关注 包括内容安全 商业的信息等等 物流联网治理呢 很多时候关注的就是信息的自由流动 欧洲议会呢 态度一直是 不能够改变现有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电信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做法 不应该有一个超国家的一个组织来进行管理 欧洲议会呢 欧洲议会呢 一直支持现在的自下而上的多方利益攸关者的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说我们觉得任何对这种模式的质疑呢 都是会严重的影响到这个用户对于使用整个这个在线的一些服务的这个自由 如果说把这个互联网呢 这个进行集中的管理 这个不是我们欧洲的一个期望的做法 他呢 对于我们欧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是多数我们公民每天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也都归功于整个互联网作为一个平台的开放性 他也是这个打破了一些进入的壁垒 成为了创新的肥沃的土壤 特别是在新的内容和应用方面 因此呢 互联网的治理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呢 应该继续在一个全面的以及多方利益相关方的模式下进行讨论 我们相信呢 在IGF的这个框架之下 他会明确的关注各个利益攸关方群体的代表 并且一视同仁听取他们对于政策方面的意见 尽管如此呢 我们相信本周还是会有很多的争议和讨论 对于我们未来的这个去向等等 所以这些讨论的时候呢 我们要关注的是 我们应该是以人为本 打造一个开放 透明 包容 有包容性的这个互联网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在这样的互联网当中 每个人都能够使用创造 并且分享知识和信息 所以期望呢 我们呢 会有建设性的讨论 并且感谢大家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下一位发言人是 吉奇正宏先生 那么他是日本总务省政策协调的次官 现在有请吉奇正宏先生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吉天正宏 我代表日本政府在这里发言 首先我想衷心感谢 这次会议的组织者 使得我们这次会议成为可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可以讨论大量的网络治理的问题 有很多我们需要讨论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只有几分钟 所以在我的发言当中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日本所做的 尤其是日本在网络安全方面 所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网络安全也可以说是 这一次会议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网络的空间在不断地扩大 已经超出了国家的国界 那么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多 随着网络的这些扩大 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网络的风险 在网络的犯罪等等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为了能够确保在网络当中的安全 日本已经通过了一个新的网络安全的战略 这是在今年六月份通过的 根据这项新的战略 日本要进一步维护一个安全有保障的网络的设施 同时我们也要和各主要技术的公司 还要跟各类相关者进行更好的合作 日本还就网络安全的战略 也发表了一项声明 这个是在今年的十月二号所做的 日本的政策也在积极地鼓励 共同的合作和共同的帮助 希望也能够跟多方进行合作 我们在以下的几点是这个战略的核心 那么首先就是技术的标准和国际的合作 那么要和国外的这些机构 也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第三 要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工作 要能够找到这个国家当中 这个最大的首要的风险是什么 现在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些工作 首先是在阿西亚 东盟国家和日本的合作 东盟国家和日本的合作 应该是在四十年之前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在今年的九月份 日本和东盟国家建立起了 进行了一个在网络安全方面的一个对话 这是在今年的九月份所做的 另外我们还建立起来了 在东盟和日本之间的关于网络安全的合作的一个合作项目 我也想在这里邀请各位阁下也能够参加我们所进行的这些活动 所以这个活动现在实际上也是我们和东盟的一个安全框架之内的一个合作 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能够使得在东盟国家之间的技术上的合作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日本它的基本的政策 就是要能够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 要保证在网络空间当中的信息的自由的流动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权利在网上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来干扰或者剥夺别人的在网上发表言论的权利 同时我们也坚信使得网络能够公开 而且可以互操作 这个对于一个政府的规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才可以促进网络的可持续的发展 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日本将会进一步采取措施 而且要积极的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 以便能够建立起来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 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 我希望通过我们在这个论坛上的讨论 我们可以进一步鼓励国际社会能够携起手来进一步的努力 以便能够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来对网络进行治理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 先生们 女士们 下午好 首先呢 我也是请这个主席同意 能够问问在座的各位 是有FG和Panded FG和Panded的人请站起来 因为是他们组织了这些的会议 所以要请他们起立 谢谢大家 因为我知道 我们有了这个IGF的这个秘书长 他们秘书处的这些支持 他们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而且确实是用一个多方利益攸关者的方式在工作 才促成了本次这个论坛的成功 非常感谢你们 一年前呢 我跟许多在座的大卫 在巴库也是第一次见面 那上一届是第七届 IGF也是我参加的第一届 那时候 当时我们讨论的重要的挑战 我也是跟大家谈了 我的工作重点 就是让ICAN组织呢 变得更加的国际化 ICAN呢 当时呢 被看作更多的 可能还是一个美国的组织 它在洛杉矶 它在这个加州海滩旁边 然后要全世界都来我们这里 我们当时也是承诺我们要让ICAN走向全世界 今天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汇报 一年以后ICAN已经走向了世界 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总部分在了三个这个中心 洛杉矶 伊斯坦布尔和新加坡 这些中心呢 都有这个员工是正式的这个这个机构 然后我们是24小时有可以无休的工作 然后我们在中国 在蒙德维迪亚都有员工 我们刚刚从印度回来 是我们这个第一个DNS安全的一个卓越中心 是我们跟世界上一个领先的机构合作办的 然后呢 我们ICAN也进一步的扩张 我们要求我们的团队要走出洛杉矶 我们的全球政策的负责人 现在他的工作地点在伊斯坦布尔 下一个技术负责人将会工作地点放在新加坡 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会在1月份搬到新加坡 然后到5月份再搬到5月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的组织从内到外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工作重心的都发生了转移 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但这还不够 我们很明确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国际化的组织 我们还有许多方面要变 不仅仅是我们运营的架构 而且呢 很可能是我们包括的这个 这个法律体系 因为我们今天来说 从法人意义上 我们是一个这个加利福尼亚的组织企业 但是同时 我们完全也可以在其他地方 这个有这个法人体系 我们也愿意这样做 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国际化的组织 我们也相信 我们对全世界的承诺 不仅仅应该是对某一个利益的官方 而是对全世界负责 我们也在对这个目标 在进行努力 这些根本性的变化呢 是一定要做的 因为现状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 我们必须要谨慎 小心 因为安全 稳定 和可靠性 都是互联网 方面 我们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我们所有人 都是 有很多 根治有很多干系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 要往这方面 小心的 一步步的去做 最终我们会实现 这个目标 那在我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 今天我也很高兴的 向大家宣布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今天 在我们互联网历史上来说 Icon第一次宣布 第一个新的 阿拉伯 俄语和中文的顶级域名 已经发送给了我们的根服务器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 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一二一级的同事 现在可以直接输入这个 这个阿拉伯语了 它那个键盘根本就不能输英文 所以这是很好的消息 所以说Icon呢 和互联网 我们都是希望让它们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今天呢 我们觉得也很适合讨论互联网的一个新的气象 Icon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互联网的治理呢 也必须成为一个全球的问题 昨天和今天呢 我也是参与了一些双边的会谈 有许多政府来跟我们交流 说我们也在 真正的成为一个多方 利益的官方 这个工作的一部分 在跟各个国家层面合作 成为互联网治理的一部分 所以说互联网治理已经是各个国家地区的 关注重点 这是好事 但是呢 也要小心 如果一不小心 会变成几个政府的这个 这个自己的事情 虽然说政府对于这个互联网治理是很重要 但是光靠某几个单个政府 是不可能去治理好互联网的 互联网的治理 必须要靠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本着IGF的精神 来打造出多方利益有关方的解决方案 要政府 公民社会 技术组织 行业和商业 一起来合作 并且是公平的合作 根据我们突尼斯议程 来公平的合作 来治理互联网 为让它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场所 所以说今天 我看到的 未来都是一片光明 我看到在座的各位都很清楚 多方利益有关方的方法 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们期待着未来的2014年的会议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 让我们共同合作 正如欧盟的代表所说的那样 我们不想创造出一个大的新的国际组织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组织了 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机构和机制 我们要给他们更多的能力 能更好地进行合作 能够与所有的政府 所有的利益攸关方 平等地进行合作 这些都是好消息 所以 让我们 共同携手 来关注 我们要做的工作 我们认重和道远 但是呢 我们都是 会全力支持 我们的这些组织 这个ITF ISOC 还有些区域组织 还有很多 这个公民社会的组织 需要携手 与我们的政府合作 这一切都是一定能实现的 最后呢 我想说 我们在这里 目的是为了互相交流 让我们用好这几天的 这一周的时间 来真正的开放的进行交流 我们 来自巴西的部长 为我们所有的 都是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倡议 让我们大家来互相交流 我要感谢巴西 来到这里 与我们这个多方利友官方的 这个集体 共同的接触和交流 这不仅仅是一个 以巴西为中心 或者以Ikan为中心的交流 而是真正一个开放的 多方利友官者的一个对话 那么我们也会响应 巴尔达的部长 您的倡议 我觉得这才是IGF 我们这种多方利友官方的 一个精神 我来自的大洲 非洲 有一个业语 说如果你想走得快的话 你就一个人走 但是如果你想走得远的话 那就要一起走 所以让我们一起走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Chad先生 下面的一位发言人 是Yonis Cochlands先生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通讯与信息的 司长助理 现在有请他发言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印度尼西亚的信息与 通讯技术部长先生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想感谢 Samblin部长 那么他热情地主办了这次论坛 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的人在巴黎 以热烈的欢迎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 来表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对于IGF的秘书素 所做的卓越的工作 同时也要感谢我们公开磋商的主席的工作 以及感谢MAG 这个咨询小组所召开的这些会议当中 所做的工作 也感谢所有的这些志愿者 都为我们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IGF这个论坛组织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多方利益攸关者合作的一个好的例子 我要做的第一点 其实也就正是多方利益攸关者的合作 对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 网络的治理 必须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多方的利益攸关者的合作的方式 在信息协会峰会上面是建立起来的一种模式 它也证明了它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有它的活力 这一点在信息协会峰会加时的会议上 也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这次会议是在2月份的巴黎所召开的 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参加了我们网络治理的特别会议 同时也参加了一些其他的网络治理相关的会议 那么参加信息协会峰会的所有的参会者 最后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需要能够进一步保持促进自由公平安全可信的网络 那么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 他们的磋商是需要时间 也需要更多的努力 但是这应该说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 以便能够促进进一步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和困难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跟联合国教育和文组织 一直要促进的言论自由这个人权是相关的 这也是我们在网络上所需要保证的 那么也要能够保证其他的一些人权 比如说隐私权以及个人的安全 这一点在目前的网络的使用 尤其是在网上隐私保护方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职委会的第192次会议上 这个会议在十天前刚刚结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进一步讨论了 网络空间的伦理与隐私这一个内容 就这个内容我们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 也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所有的成员国都认为联合国教会文组织 应该进一步来讨论 伦理与隐私的问题 应该邀请各个机构和世界各地的专家 来参加这些问题的讨论 同时在我们即将召开的大会上 在今年十月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要通过一个非约束性的文件 同时要做出一个关于这个方面内容的新的决定 我要请各位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是 仍然能够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开的论坛 在这个论坛上这些问题会得到进一步的讨论 第三就是网络的智力必须要能够确保 人人都能够得到信息和指使 有些人认为这只是跟基础设施有关系 但是他也要求我们能够克服语言内容和能力上的挑战 现在对于一个人他能够用他在网上用他这个自己的语言 这对于他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能够从目前的技术当中受益更多 我们需要能够确保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接触到英特网 能够确保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 不同语言的人都能够从中得到能力的提高 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和URI的这个机构 在对IDN进行分析 也希望能够在这一届的IGF会议的时候 能够把我们关于IDN的世界报告的第三版 能够呈现给大家 也希望能够在学校能够进一步普及这方面的这个指使 那么第四呢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现在也在发展一个新的概念 就是网络的普遍性 我们教科文组织现在也在积极的从IGF会员当中呢 希望能够得到这个更多的想法 看看在这个概念的框架当中 应该包括哪些 那么我觉得这个概念应该能够进一步的强调 具有包容性的一个知识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 同时呢它也应该能够进一步说明 2015年之后的可持续发展 日程的这个部分的发展 我也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参加到这个讨论当中 最后呢我想强调这四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多方利益相关者的 参与的治理 网上的言论自由 以及我们就目前这些问题 尤其是网络的普遍性这个问题进行的这个讨论 昨天我们在昨天呢有一个这个高层的对话 在这个高层的对话上面呢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这方面的讨论会多么的复杂 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只是铺几公里的这个光缆 那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要想改叙一遍人们的这种行为 并不是一件的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呢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也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大家都能对现有的资源 进行更好的利用 我也非常感谢各位 也非常希望大家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 能够卓有成效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Cothlin先生 接下来的发言人是Danny Supervilla大使 美国国际通信和信息政策协调员 各位下午好 非常高兴的今天能够来参加本次会议 美国想感谢IGF秘书处 以及多方利用官方顾问小组 组织我们本周在巴厘岛的会议 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东道主 印度尼西亚 美国非常重视 作为IGF的这个一份子的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 我们政府对IGF的信托 和基金做出了一笔重大的贡献 这也是证明了我们对于这个机制 它的一个承诺 互联网的发起人呢 把它打造成一个开放包容性的平台 因此呢 互联网可以说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利益有关者 互联网在通信的历史上面有着前所未有的增长 因此呢 它现在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跳板 它帮助经济的增长 民主的发展 它带来更多的机会 并且也是创新的温床 在这次IGF上面 我们的问题就是 如何去在这个技术上 既往开来 再造辉煌呢 美国很欢迎有这样的讨论 我们支持在 这个体系上面的自 现代化和多方利用关方的合作模式上面 有一个开放的对话 我们希望它是自下而上 包容的合作式的 让用户有更多的权利 然后呢 也能够让创新不受国家间 政府间的控制 这也是美国一直所倡议的 我们认为 对于互联网的发展的一个 恰当的一个反应 包括这个 如何缩小数字 鸿沟 保护儿童在网络利益 到建立安全网络的最佳做法 这都需要 各个多方利用关者的 这个体制之间的合作 互联网在全球的发展 需要我们都鼓励 并且促进私营资本 在技术和基础架构方面的投资 这样才能降低 获取的这个成本 为了承诺 我们对于 人人都有互联网的这种承诺呢 我们也是倡议 并且建立了一个 这个经济可行互联网联盟 这里有近30个合作 来自私营部门 公共部门 以及公民社会的组织 这一个跨国的 多方利用关者的联盟呢 目的就是在发展中国家 提供经济可行的互联网 我们从事也是通过我们USAID 来运作我们的全球宽带倡议 它与许多的国家合作 加强服务的项目 以及宽带的接入 我们的私营资本部门呢 也在无限这个解决方面 做很多的投资 以缩小数字鸿沟 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但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呢 确实是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 另外呢 我们互联网的这些 多方利用关者的一些 治理的组织呢 继续的呼吁 要求加强互联网的治理的体系 让它更有包容性 最近蒙德维迪亚的这个声明呢 也应该是一个机会 来进一步的加强这种包容性 来对于一些这个 还未解决的问题 有多方利用官方的一个响应方法 我们必须互相配合 来解决这些重要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应该考虑到 最近对于有一些人提出的 这个集中化的 政府间的互联网控制的方式 这也是最近呢 因为有一些这种 情报收集项目 导致他们提出这样的倡议 这个我可以向大家保证 美国政府对于最近的 NAC的信息的 信息披露的问题呢 是非常严肃 认真的对待的 我呢 也明白 大家肯定在这里 会要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呢 我们在过去几年 都讨论过很多艰难的问题 我觉得呢 我们应该继续保持 做好互联网的引导者 在这个开幕式上面 我也想提出 我们应该用这个时间 来制定解决数字鸿沟的解决方案 来共同的合作 来加强我们网络上的信心 信任和安全 我们继续来促进一个开放的互联网 来促进创新和就业的增长 让我们 拥有创业的方法 来让发展中国家的地域消防化法 能够更多的参与到这个多方利益 有关者的这个体制当中来 让我们共同发展 毕竟让我们今天做到一起的 是对于互联网 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种 共同的一种认识 以及对于互联网的未来 这个共同的认识 希望互联网能够让全球的各个角落 都能够受益 所以让我们共同合作 在这里进行开诚不公的交流 让我们讨论的结果 能让对我们每个人的未来的工作 都能受益 让我们尽力地抓住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师先生 下一位发言人是 Nina Nwakwala女士 那么她是来自 WW三维网络非洲协调处的 谢谢 有请她发言 谢谢 尊敬的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我的名字叫Nimena 那么我是 实际上我是有尼日利亚的学童 我现在住在科特迪瓦 我喜欢足球 那么因为有了英特网 所以我成为了一个全球公民 我现在是一个领导小组当中的一个成员 主要就是指导公民社会组织 在IGF的框架当中的一些主要的工作 同时我也为万维网基金工作 同时我自己也是万维网基金的非洲地区的一个协调人 那么万维网基金是由万维网的发明者 是Tim Berners Lee发明的 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能够加强和维护 公开的网维网络 让它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的公共的财产 也成为一个基础的人权 我们同时也和一些其他的机构进行合作 以便能够保证网络是真正的普遍的公开的自由的 我们的也有一些这个项目 以便能够使得网络的这个成本能上网的成本能够下降 现在的这个网络指数 现在能够在80个不同的国家追踪 关于网络使用的这个情况 我们也在这里呢 也要加强网络上的民主和参与 尤其是要通过这些公开的数据来做到这一点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参加今天这个会议的目的 有几个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 首先第一个是人权 我们现在好像在离网络治理越来越近的时候呢 反而离人权却越来越远了 我们作为公民社会来说呢 我们希望人权能够重新回来 重新能够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心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多方利益的参与 所有的人呢 其实都用到了这个词 那就是要公开 要能够负责任 要透明 要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 目前来看我们这一点做的怎么样 还不知道 也许我们现在正是时候 需要能够就多方利益参与的这样一件事情 做到什么程度呢 来进行一些研究 它带来了哪些影响 第三就是我们的发展的日程 我们永远不应该在网络治理的 这个共同努力的过程当中 忘记了网络实际上是一个 剪平的 扶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也是提供医疗提供这个教育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我们必须要能够使得 网络的进一步 进一步扩大 要想像我这样的人 想有机会 要使得这些土著人的 这些机会 要能够说不识字的 和游牧民族的 这些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要给住在农村的人 更多的机会 要给岛国更多的机会 同时呢 要给很多的岛国的 组成的国家 比如说像印度尼西亚人 更多的机会 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要是有一个 这个简单的 最简单的一个宽带的 这个接入的计划的话 它的成本大概是平均 一个非洲人 他一个月收入的三分之二 左右 现在在全世界49个 最贫穷的国家当中 10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可以上网 而且还有一个事实 就是25个网络公民 或者说公民记者 被杀 而且呢 在去年有157个网络公民 被囚禁 仅仅是2012年5月之后 就有24个国家呢 通过了新的法律 或者规定 限制在网上的言论自由 那么侵犯了个人的隐私 或者是对在网上贴了不同内容的帖子的人 进行这个惩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呼吁大家要采取行动 我呼吁要能够在所有的利益攸关者之间的 进行更多的合作 同时呢 也呼吁所有的人 在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呢 都应该采取行动 让人们能够付得起上网 同时也呼吁大家采取行动 能够使得可以 大家可以无障碍的上网 使得英特网可以成为这些残障人士的 一个有效的工具 也呼吁大家能够采取行动 能够使得英特网的治理能够更加的有效 因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 我也在这里呼吁要采取行动 行动能够使得那么 性别的平等 年轻人的参与 远程的参入 都能够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 目前那么政府对英特网的这个监督 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威胁 那么这种以保护我们为由的这个监督 我们必须要能够能够阻止它 因为在使用网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必须要能够保持中立 开放普遍和自由的 在结束之前呢 我想说我们这次在巴黎的会议 它的主题呢 就是要建立一个桥梁促进多方利 相关者之间的合作 以便能够促进可持续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点呢 对于所有的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呢 我要向那些在IGF这个漫长的旅途当中 建立桥梁的人向他们致敬 比如说像Tim Berners-Lee先生 比如说在政策制定领域的这些人 又比如说像巴西这样的国家 他们积极地在寻求创新 同时呢 还有在技术领域当中 他们在不停地努力工作呢 希望使得 也使得英特网整个可以运作 我也想在此呢 再次感谢所有的会议的组织者 志愿者 以及所有的这个参加这些组织 这些会议的人 同时呢 我也要感谢那些 给IGF提供资金的这些组织和机构 同时呢 我也要感谢像NIO这样的机构 那么感谢他们的这个资助 尤其是感谢他们对于公民社会参与的这些支持 同时我要想感谢所有的人和政府 他们是这次会是这个会议的这个主办方 那么也正是他们使得在各个层次上的IGF的讨论的成为 可能我想感谢大家 作为一个也曾经组织过活动的人呢 我也知道呢 组织这样一个活动呢 是多么的困难 还有要感谢各位 那么不管你们是在哪里 不管你们从哪里来 在哪里 坐在哪里 听我讲话 我都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各位 谢谢您了 下一位发言人是 Ellen Marcus 世界经济论坛 那些通信负责人 各位尊敬的部长 各位尊敬的阁下 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发言 现在这个人们和物品越来越多的互联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 这个超级互联的这个概念 到2020年呢 会有这个500万 500亿的这个互联的设备 包括汽车 家用电器 甚至是这个医生开出的药 每一样东西都可能成为一台计算机 一样一切东西都可能数字化 所以数字化呢 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打造着我们未来的社会和经济 未来的技术的选择呢 越来越多的会影响到经济 政治和文化的选择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利用好技术呢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超级互联的这个社会里面 这个为这个是从来没有先例可循的 这个社会的变化呢 速度之快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一般的政府 人们所能理解的一个范围 但我们用来管理这些变化的这种思路 还是十八十九世纪的 仍然是这种静态的方式 这是远远跟不上我们21世纪的这种复杂度的 我们需要的是需要一些新的分析的方法 新的词汇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这些经济 社会技术方面的挑战 我们的世界呢正在发生变化 推动这一变化的就是这个互联带来的一些影响 每个人每样东西都在互联 这种互联联通性呢 重新改变了我们个人企业和政府互联的方式 互相互动的方式 它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创新和增长的机会 但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风险 我们必须去有效的控制和解决风险 要理解它对于领导的这个影响是一个全球的重要性 我们领导来说要重要的理解 这个复杂的世界的一些根本的因素 不能够仅仅的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方式来做 而且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 它是一个分散的自下而上的一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在变在复杂的复杂 复杂有高度的互联 那么也是来自于许多大数据的洞察的推动 而且呢它也根本不会变慢 我们任何方面的数据的流量来看 这个速度都不会变慢 但是大数据的经济和政治的这个价值呢 不仅仅是从它的数量而来 更重要的是它的质量而来 如果说可以把这些数据 可以互联系起来分析 它可能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要深入地挖掘这个潜力呢 既有这个很多的好处 也会带来很多的挑战 技术本身是中性的 关键是看你怎么用 它既可能这个给你带来很多的价值 也可能带来很多的伤害 有时候两者兼有 所以说我们必须重新审视 我们今天的一个治理的方式 把我们的关注点从控制数据 转向控制数据的使用 这需要个人和各类的社会的机构和政府 来做出决策 怎么样挖掘这个经济和社会的价值 并且给予恰当的保护 在这个背景之下 领导人们共同的学习决策 评估影响 打造一个创新的系统呢 这个都需要我们采取新的思路 需要一些新的方法 来做这个全球性的治理 在这样一个无国界的数据驱动的经济当中 许多的资产都会立刻被复制 在全球分配 需要我们更多的进行分享 有共同的一套原则 我们需要帮助个人理解 数据是什么时候收集的 怎么样使用 而且它使用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所以说这个有效的简单的设计呢 必须在这个 个人他们数据之间的 一个指导性的准则 我们需要更有效的 让个人为他们付权 不仅仅是让他们 在这个收集数据之后 问他们是还是不是 必须有一些新的方式 来让他们做出选择 有控制 特别是在这个 对他们最有影响的数据的使用方面 对个人来说呢 他们要更好地理解到 数据交换的价值 并且做出有效的决策 这个环境 背景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环境这么复杂 速度变化的如此之快 所以说呢 我们应该有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在不同的环境下 利用好不同的这个数据的形式 因为我们要跟上这个变化的步骤 所以我们各个利益相关方法 要更好地理解 整个个人数据的这个 生态系统的一个运作方式 我们要更好地来分享我们学习的这个心得 来提出一些反馈 以促进更有效的制定政策 传统的领导的方式呢 在这些新的环境下已经不适用了 现在崛起的一个新模式 就是基于这个上下文智能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也是帮助领导人呢 来保持他们这种紧迫感 并且呢加强他们的理解 帮助他们在这个变化方面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 并且采取一套一整套一致的这个原则 要找到这些原则的话呢 就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制定全球的议程 在决策方面给我们一套完整的指南方针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下位发言人是林斯琳·塞德姆 是网络协会的CEO和网络协会的主席 现在有请 非常感谢 主席先生 各位尊敬的部长 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天能够在这个美丽的国家 感到非常的高兴 在这里呢 我想感谢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是他们使我们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呢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也是我们在巴库会议之后 所面临的一些重要的问题 所以呢在这里呢 我就想来讲一下 在这个英特 我英特网的这个 一定是人们所都比较关心的这些 这些问题 我们在这些问题中 包括如何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等等 那么这在去年的会议之后呢 这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还有呢就是如何能够增加当地的内容 当本地化的内容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问题 我在这里提到的都是几个问题 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呢 我们这些努力上空好像都有一片这个 都有一片乌云 那么这就是呢有些这个国家呢 他们开始对这些进行这个监督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警醒 因此呢我们尽管呢在 如果在国家的这个层次上呢 保证了这个安全 但是呢如果要是对这个国家的这个人的隐私 或者其他国家的人隐私呢造成威胁的话呢 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么在许多的这个国家 现在都有一些言论监督的这些这个做法 那么可以拿退它 这是通过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做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这些技术行业的人呢 他们其实也参加到了这样的讨论当中来了 比如说在Mountdale在乌拉圭呢 这些地方呢大家都有这些问题的讨论 我们需要能够在全球呢 都能够有一个一致的这种想法 要避免在英特网上出现这种破碎化的问题 因为这关系到全球的网络的这个使用者 对网络本身的信心问题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能够进一步的努力 以便能够面对政府所提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挑战 同时呢也要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合作呢 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讨论 我们需要能够建立一个环境 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呢 都能够平等的参与到这个环境当中来 我们还注意到在网络上边有一些这个地方呢 是有些这个公共的利益没有得到跟很好的保障 所以呢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 这个其实对于网络的成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我们还讨论了其他的一些问题 以便能够进一步的加强现在的这个机制 我们其实都是想让英特尔网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挑战 有些问题呢如果这些问题如果容易的话呢 应该是已经解决了 但是很多问题很难很复杂 很难解很难解决 它会对很多的利益相关者呢 就是造成带来一些这个挑战 同时呢也是对这个不同领域的 这个不同方面的人呢带来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找到这些问题 我们是怎么样呢才能够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讨论 能够使得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那么这些问题呢很多 我们也需要一个一个的这个来解决 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步骤 比如说安全问题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现在呢几个问题 第一呢就是资源的问题和联通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有些人在强调 但是有些这个没有强调 比如说SP的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移动的领域的进一步的这个联合 尤其是在DNA-SEC的这个使用 到目前为止呢它还没有像 没有还没有得到这么应该有的使用 第三呢就是要使大家的行为都发生变化 我们要使得大家呢能够来在这个行为上的产生一些变化 比如说在对于隐私以及对于人的对于知识产权的基本的尊重 另外呢就是还有现在的一些这个新的这个做法 比如说呢就是发送内容的人呢需要进行付费 那么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呢都是需要多方的利益 对于观者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总之我们都希望能够建立更好的网络 我们需要能够进一步更好的治理 有更好的标准 能够要有更好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磋商的机制 我们现在都在集体 大家都在努力以便能够有一个这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的传统的这种做法现在已经不是特别合适了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新的环境当中改变 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们会有机会大家互相倾听 互相交换经验 那么互相交换我们的最佳做法 这对于英特网的未来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IGF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前所未有的重要 因此那么在这里召开这个会议呢 我们那就必须要能够承诺 我们都需要积极的努力 能够使得IGF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希望它能够在二代二实现它在2015年 以及未来的使命 从而对我们所有的人都带来最大的益处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 The next speaker is Miss Christine Arrida 接下来一位发言是Christine Arrida 是IG的国家电信监管局的电信服务规划总监 以及阿拉伯IGF秘书处的负责人 谢谢主席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非常高兴能够在第八届IGF年会的这个开幕式上发言 首先呢 我要感谢我们的东道国 印度尼西亚政府 以及信息系数部 主办本次会议 并且把它放在美丽的巴厘岛 非常高兴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反映出我们 阿拉伯国家 IGF秘书处 关于国家IGF事务的一些看法 首先呢 我想赞赏一下 我们各国各区域的所做的一些协调的工作 让各个这个举措的一些协调的相关各方呢 来共同的交流意见 并且呢 是把他们的意见呢 进行了这个汇总 我们呢 有三个这个区域间的对话的安排 我们相信呢 这样呢 我们也会有更好的一些交流和讨论 在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的 IGF的工作呢 这也是我们全球IGF的这个倡导下所进行的 我们这里呢 过去几年有了很多的工作 有了更多的数量 更多的多样性 今天呢 我们已经有九个区域性的IGF 十九个国家级的IGF 然后在我们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 他们的工作重点 到昨天呢 我们也看到这个 波斯这个IGF的这个 这个成立 我们也想讲一下 全球的IGF和 区域性的IGF的关系 首先呢 我想说国家和区域层面的IGF 也是一些 有机的自下而上的这个举措 对 他们自己的成立和功能方面 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有些呢 是做这个能力建设和这个知识交换的 还有一些呢 是用来协调这个国家和区业的这个观点 以为这个每年度的IGF做准备 但他们都分享共同的一些核心的价值观 也就是开放包容性 非商业性和多利益有关方的参与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IGF呢 在区域的和国家的IGF的工作当中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总体的一些工作呢 都是有沿着同一套的原则 有同样的一套主题 但又反映出了本地本区域的一些重点 有时候呢 其中还包括一些非常有特点的一些做法 比如说阿拉伯世界的呢 其中包括有一个类似于 我们这个多利益相关方咨询委员会的 这样的一个组织 此外呢 我们也有一些很多创新的一些做法 这其实可能也会对我们的全球的这个论坛 产生一些这个积极的影响 其实有些这个国际的论坛上的这个课题呢 也是从国家和国际层面来的 但是这方面呢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个协调的工作 特别是在政策方面 政策议程方面的一些协调 此外呢 我们在国家和区域IGF讨论的一些这个课题呢 也可能对全球都有意义 所以说我们在国际国家层面要协调好这个所讨论的一些这个主题 随着我们这些组织越来越成熟 我们越来越大的声音互议呢 要求跟IGF有更多更有意义的联系 实际上呢 我们这方面也是看到有很多的需求 需要国际国家和区域层面有更多的这个联系 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机会 有更多的双向的交流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很高兴的看到 在这方面做了更多的工作 有许多的这个调研 收集了很多的数据 更多的这个讨论会 也是针对这个区域性的一些课题 区域性的一些对话 这个都是一些好的一些进展 在未来呢 我们应该要更多的研究 这个区域和国际IGF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们看这些国家区域的IGF 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参与方 一旦我们相信 这些国际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IGF能够有更好的这个参与 那么才能有更有效的一些话题 从时呢 这个国际的这些我们的讨论话题 对于国家的一些制定决策方面来说 可能也会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 最后呢 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些共同的挑战 比如说我们在区域对话当中呢 确定有一个这个可持续的这个融资的模式 支持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怎么一方面又有这个开放的对话 另一方面又确保有这个可持续的资金的供应 其他包括怎么样把国家的和区域的IGF联系起来 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代表性不足的这个成员国 他们怎么样加强他们的声音 所以总结来说呢 我想说我们的国家和区域级的IGF 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物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这个收集的这个数据信息 为了目标是交流他们 强调我们所面临共同的问题 这也会能够让我们更好的理解 并且解决我们的挑战 加强大家的合作和这个投入 这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些促取 促的国家地区来说 也会成为他们的一个指导的方针 这也是我们多方立下官方做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最后呢 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Arid 下一位发言人 是尼里克罗斯先生 他是俄委会的副主席 同时也是数字日程计划的委员 但是很不行 他不能亲自到巴黎来 所以给我们送来了一段录像 现在我们来看录像 女士们先生们 我是尼里克罗斯 我非常感谢能够在这里能够参加这个会议 尤其呢是在英特网发展这么至关重要的时刻来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英特网现在可以说他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 因为他对于这个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他对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非常重要 他是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能够保证联合国的必须要能够保证这个互联网的能够非常正常的这个运行 这也是欧盟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合作呢 到现在呢还没有取得这个最好的这个成就 我们必须要能够意识到这些问题 而且要在高层意识到这些问题 现在呢对于牧田的英特网的这个治理呢 已经产生了一些这个不信任在某一些国家 那么在这些国家当中呢 他对于英特网的这些资源呢进行一些限制 英特网呢应该是一个公开的这平台 他能够允许人们呢应该有自由的在这上面进行信息的这个交流 所以这个呢不应该被用作其他的这个角色 扮演其他的这个角色 所以呢在网络越发展呢就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这个问题 那么没有英特问题我们会怎么样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在国际上能够建立起来一个标准 对于政府对于私营部门呢都应该有规律 都应该有规定可依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个设计 我们要能够使得目前的这种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个模式呢 可以进一步的进行下去 要能够提到各方的声音 当然在这个这个多方的这个利益相关者当中呢 这个政府的声音呢不应该是起主导的作用 但是呢也要听到他的声音 政府呢他必须要能够体现出来的 他在这个政府上的一些关切的问题 我们要能够来听取他们的关于这些政策上的一些关心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多利益相关者的这个模显 总之我们现在呢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不幸人 如果要是目前的这个情况 进行下去的话呢就会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这样呢就会失去这个英特网所给带来的这种益处 因此呢我们需要能够进一步的努力 要能够使得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包括这个各个政府呢可以平等的参加到这个过程当中 来我们欧盟委员会和其他的这些政府呢都会要积极地参与这样一个平台的建设 能够让这些个平台呢能够使全世界的英特网的这个治理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去改进 那么这可以说是一个向前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如果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进一步增加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能够有共同的这种价值观 除此之外呢我们也需要能够有进一步的这个讨论 能够有一个长期的展略 那么这对于我们来说 这对于IGF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IGF它本身呢其实就是为了能够让使用英特网的各方 能够进行更好的这些讨论 那么这些呢就是包括不仅是包括这个就包括这些政府 那么里边呢会涉及到责任的问题需要进行各方的这个磋商 我觉得我们需要能够进行更多的对话 那么IGF在这方面呢也能够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 在几星期之后呢欧洲委员会 那就会有一个他自己的愿景文件 也就是如何在欧盟当中的进行网络的治理 那么这里呢就会涉及到在下一步 在欧盟呢应该怎么办 我也希望呢在欧盟的这个文件当中 可以有几个建设性的一步 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进行网络的治理 所以如果那么我如果你要认为呢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新的机制的话 你要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原则 那么要能够反映欧盟的这个价值观 同时呢又要对其他国家呢又能够表示出这个尊重 总之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包容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网络不能是任何一个公司 或者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政府的这个财产 它属于我们所有的人 因此呢我们需要共同的努力 能够使他对我们所有的人做出贡献 希望大家讨论的有所成果 也希望呢这个英特网呢 能够对我们所有的人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谢谢各位 谢谢 各位尊敬的部长 阁下 尊敬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非常荣幸呢能够本周来到这里 跟大家探讨重要的话题 我还想对东道国印度尼西亚表示个人的感谢 印度尼西亚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里的人民 这里的文化 这里的自然 这个海滩上的人们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火山 今天呢我可以谈很多的话题 但是我想关注的是两个 一个是未来的创新和安全 我们一直都在说 英特网呢都有创新的巨大的潜力 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及对于用户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它的这个开放和互可操作性的这个特点呢 让它使这一切都能成为现实 我们本周的重点谈理治理的时候呢 必须要考虑到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而不仅仅是互联网的今天 我想强调一下 我们在技术委员会和ITF非常关注的一些问题 创新的速度呢正在越来越快 比如说这个网络的 随着这个htt2.0呢 网络的协议啊增长的越来越快 这个webRTC啊 这个就是实时网络通信技术 还有物联网的技术等等 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互联 哪怕一些最基本的联网的技术呢 也在进行变革 比如从IPv4转变到IPv6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变化呢 都对于互联网的治理有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本来可能有无限的这个域名 现在域名是有限 这些都是不一样的 包括这个视频通话 这些快速的发展 对监管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还有这个视频通话等等 我们需要与更多的这个相关方式进行合作 而不仅仅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合作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共同的合作 我想谈的第二个话题是安全 因为对互联网用户的这个 无处不在的监控呢 是今年的一个重点的话题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针对个别的案例 去探讨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 比我们这个报纸上看到的更加的普及 商业和个人通信方面 我们都是非常依赖于这个英特网的技术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 它的安全性可以信任 所以说对于大规模的这个监控 这个数据的流量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担忧 但是我们觉得 这对我们也是敲响了一个警钟 我们从这个9月10月开始 就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的会议中在接下来 这个温哥华的会议当中 也会有很大部分讨论这个问题 而且不仅仅是谈 而且呢我们是希望看 能不能促成技术方面的一些改建 能够提高这个监控的一些门槛 我们在看一些一些小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算法 也在看一些比较大的 是不是从政策方面有一些这个改变 这些呢当然只是在互联网安全方面的 一些总体的一些工具 而不仅仅是对我们目前一些具体的案例 做出的反应 也许呢 互联网本质上 有人说这是一个不安全的 比如说只有一些服务才有特定的安全 比如说银行业的服务 那我也问 是不是应该改变这种假设 特别是随着这个网络协议的一些改变啊 然后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变化 可能确实需要做一些变化 可能在一些这个未来 甚至很长一段的时间里面呢 我们如果说需要对英特尔安全 做一些调整的话呢 我觉得应该现在就开始做了 而且呢光靠技术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 特别是这个问题 我也是邀请大卫在IGF和其他的组织呢 跟我们合作来打造一个安全的互联网 谢谢大家 Thank you very much Mr. Arka Unfortunately now our chair 非常感谢阿卡先生 但是Tifita Simbrin先生 现在必须得要离开了 Gas先生也必须要离开了 因为他们要去开一个计程招待会 所以Sesar Sambon先生 现在呢代替他来做会议的主席 非常感谢 我们下一位发言人 是Joseph Alodoff先生 他是国际商会数字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主席 主席先生 各位尊敬的部长们 各位阁下 尊贵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里我代表国际商会 代表全世界的这个国际商会的成员 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个技术的联盟 这么多年的这个支持 也非常感谢这个IGF 他们进行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做法 在这里呢我也非常的感谢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感谢联合国的金社理事会 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各方 能够使得IGF成为一个真正的开放性的 包容性的 有代表性的一个论坛 在这样一个有开放性的论坛上 IGF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使得我们关于参加到 英特尔网的这个治理的过程当中 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一点呢我觉得非常重要 我们也必须要能够进一步支持 IGF所创造的这个机会 那么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做法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做法 那么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技术上的创新 技术的创新非常快 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在政策上呢 很快能够跟上去 数字的技术在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沟通 使得整个全球成为了一个真正的 全球的市场 我们要想能够追得上这种形式呢 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政策的框架 能够支持经济的发展 支持下一代的技术 使得技术和商业上都能够有 下一步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个高速度的这个网络技术上的发展 也使得经济的发展 以及这个就业呢 有了一个新的平台 我们现在呢进行的研究表明 那么英特网的发展 对于工作的这个机会 对于这个经济的发展呢 是有促进的作用的 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很多业务呢 都是取决于数据的流通 所以要能够对这些的数据 在跨国的流动之间的能够进行 这个流动能够掌握呢 这对于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在网上的ICT的技术 用的越来越多 我们也就需要能够一些 这个新的这个政策 能够对ICT以及ICT的 所提供的服务呢 能够有进一步的这种支持 ICT的技术呢 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 但是呢我们需要有 非常好的一些政策 同时呢要能够 是的在全球呢 达成这个共识 而且能够对全球的人呢 都能够提供这种支持 对于英特朗有关系的这种信息 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它也是能够保持多样性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式 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创新 就需要我们能够有更多的人 能够接触到ICT的教育 这个技术 同时要有更好的政策 同时的政策要能够鼓励到 创业的精神 也要能够有一个更加竞争性的 一个监管的环境 更有持续性 以便能够保证服务的质量 要有独立的这种门户 同时呢也要有更有力的执行 对于商业界来说呢 我们非常支持 在英特朗网上的这种信息的 自由的流动 也支持在网上的法治 我们各个政府 以及各利益相关者呢 都必须要有非常好的政策 以便能够保证人的平等权 要能够减少贸易的壁垒 保证信息的流动 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 人们有这种合法的 这种商业的行为 现在呢我们在面临着 在这个市场当中的 经济上的不断的发展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些 新的这种障碍 这些障碍呢能够使得 使得这个妨碍了这个贸易的 进步的发展和繁荣 在这种情况下 IGF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 它所扮演的角色是独特的 要能够使得利益相关者 利益攸关者的各方呢 都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合作 而不受任何的这种限制的话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尽管IGF扮演着 这样的独特的角色 它还是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 IGF这个平台 能够使得政府 NGOs还有这个技术行业的 所有的这些专业人员和政府呢 都能够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合作 我们认为在这里所进行的 多利于相关者的合作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要做 以便能够使得IGF能够在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商业界也呼吁IGF能够在2015年之后呢 继续它的使命 我们希望在这个星期的公开的这种对话 能够进一步促进自由的民主 自由的平等的英特网 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使得多利益相关者的这样一个机制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英特网呢 能够创造更加有利的投资的环境 那么也希望呢 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利益攸关者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它对于政策的制定者来说 对于商业的领军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密切的合作 现在我们需要利益相关者 能够进行进一步的协同 能够制定更好的政策 以便能够有更加公开的贸易 更加公开的投资 能够进一步维护网上的数字的自由的流动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IGF所一直所赞同的这些价值 比如说公开的 透明的都是非常一些重要的 在往上的进行的投资 以及经济的发展之间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这种关系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IGF可以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且IGF现在也面临着非常重要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像数字的安全 又比如说在网络上的个人自由等等 所以我们只有通过这个利益相关的各方 能够达成这个共识 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一个真正的公平的 网上的这个社会 非常感谢大家请我讲话 也希望接下来的几天的讨论能够有成效 Thank you very much Mr. Aladev 谢谢 Aladev先生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发言人士 Edward Faisley先生 英国文化通信和创意行业部长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能够参加第八届IGF论坛 这是我第三次参加这个论坛了 其实如果算上我当上部长之前 这已经是我第四次了 不过我现在还是愿意算我当上部长以后 这是第三次 所以说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场合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巴厘岛 也要感谢我们的东道国 印度尼西亚政府 也要感谢这个迪巴多部长 所以可惜我发言的时候 他不在了 我和迪巴多部长昨天用了这个晚餐谈 铁定了午餐谈了 他有66万个这个推特上的这个粉丝 这比我自己的粉丝要 要比我们的这个英国的首相的粉丝 还要多50% 所以说任何人说你们说印尼的这个 如果说互联网这个用的不好的话 那说明你们还没有见过他的部长 然后印尼的总统上这个推特才一年 已经有300万的粉丝 所以说印尼呢 对于互联网是非常认真的 现在就在他这个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我相信天外特部长也在发这个推特 谈到这个IGF的论坛 所以说呢 我也想对于部长 对于我们这个多方利益相关方 这个咨询顾问组 以及IF秘书长 秘书处表示他们的工作的这个赞赏和肯定 制定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些议程 这个讨论会以及活动 可惜他也不在这里听我发言 之前在他的发言当中 也是赞赏了大家的工作 我也是赞同他说的话 所以每个人在这个IGF的工作当中 你们都取到了巨大的作用 也在继续的努力 满足各个利益攸关方的需求 不管是来自于商业界 或者说公民社会 或者说技术的这个团体 你们都在做出不断的努力 解决我们经济面临的各种挑战 在这个方面呢 IGF也不能够这个保持原地不动 必须要与时俱进 因为也要满足大家的一些期望 我们知道今年的IGF呢 也是实施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这也是根据我们这个工作小组提出的一些建议 这个工作小组是Peter Major来领导的 这些变化呢 包括这个会议的形式 跟研讨会的这个主题的联系 以及加强这个我们各个国家区域 这个IGF的一些联系等等 预计我们这些讨论会的结果呢 也会被更加的 也会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有意义 我觉得呢 IGF必须向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群体 更多的进行接触 让他们也能够更多的参与 在我们的讨论 在我们的交流当中的这个参与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呢 也是让他们有机会 能改变他们自己的互联网和经济方面的策略 促进他们的成长和可持续的发展 我觉得也有必要指出呢 在我们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之间 以及VSYS的这个方法之间 知识经济发展的这个原则之间的关系 这些联系的我们一定要 更加的紧密的这个去制定 IGF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IGF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呢 是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关键的阶段 我们正在接近我们 VSYS这个突尼斯议议程的 2005年的一个十年回顾期 快要到来了 我们2月份在这个 教科文组织完成了它的回顾的日程 然后ITU也制定了它的MPT 也是为了明年的4月份的高级别会议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所有的这个联合国的这个相关的机构 不仅可以这个回顾自2005年以来的进展 而且可以展望2015年之后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很高兴教科文组织和这个IGF 在这方面起到了领导的作用 但是我们也是强调呢 如果说2015年还有一个VSYS的这个峰会的话呢 还需要有更多的准备的工作 我觉得我们这个教科文组织和这个IGF的这个 做的工作呢 可以直接可以由这个联大进行决策 可能在2015年可以这个做出决定 我们觉得VSYS的这个工作不需要这个 或者说议程不需要有比较大的调整 更多的是2015年 或者是延续之前的工作 一些这个简化一些执行 可以减少一些重复的工作 在2015年呢 我们曾经也设定决定有一些挑战 比如说数字鸿沟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移动的互联网的接触方面 我们觉得这方面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通过合作伙伴的关系 以及多有利益关方的举措 特别是IGF做的很好的一些方面 来继续的做工作 所以我最后呢 希望向大家呼吁 在这个VSYS加10的这个回顾框架之下呢 IGF更需要承担起它的畅权和领导的作用 所以我希望 我每年其实都做这样的呼吁了 所以希望说 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联合国的秘书长 是能够指定一个专门的互联网支里的这个顾问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越快指定越好 这能够对IGF的工作 起到最大的这个贡献 促进这个在全球层面上的一个经济 知识经济 基于知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对所有的利益相关方 在这个全球的知识经济当中 终会有巨大的意义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下一位发言人 同时也是最后一位发言人了 是Yavon Kobalaji先生 他来自Dipler基金会 现在已经是最后一位发言人了 大家好像终于松了一口气 我也要像其他的发言人一样 尽量的简短 各位尊敬的部长 各位同事 我感到非常荣幸 能够参加IGF的开幕式的 这个首次研讨 在所有的这个准备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会议中心 一切都打理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周围的环境也非常好 我跟刚才坐在我旁边的人 也在说 我们这个会议 参加的会议的 这个登记的这个国家 已经达到了192个这个国家 昨天参加的这个会议 大概是由高层会议 大概是由500多人 而原来只有300多人 因此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个会议上 我们也听到 有一个IGF的一个最大的创新 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 印度 西亚呢 他们的这个内容的提供商协会 所做的这个贡献 我在这里提到他们 是因为 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发项目 在两年之前 那么他们开始了培训 开始了这个提高意识的活动 当然它不仅仅是 只是一个研讨会 或者一个这个讨论 而是在不断的做 那使得这个 这个学术研讨会的 使得这个专业圈子里边 还有使得这个周边的这些 提供服务的呢 都能够对IGF 有更多的更好的了解 那么我们这个机构呢 其实它主要的呢 就是要能够通过外交 来能够促进网络的合作 我们想做的 就是呢 要能够利用我们的这个想象力 能够来了解我们 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些问题 那究竟是怎么样发展的 现在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实际上英特网呢 其实就是像有 像一个坐标一样 那么它有纵轴有横轴 那么在纵轴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是网络的这个治理和政治 那么在横轴上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那么网络的这个治理 和所有的参与 那么我们在这个坐标里边呢 可以对网络的治理 那进行更多的讨论 在九月份的时候呢 在联合国的大会上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 曾有一个这个讨论的话题 那就是网络 就是网络 以于这个政治 那么这个呢 是我刚才谈的这个 这个坐标的纵轴 那么坐标的横轴 就是怎么样能够使得 网络的治理的议程 能够不断地扩大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 专业人员 学术人员当中 不断讨论的一个问题 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在WTO的这个公共论坛上呢 就曾经谈到了 这个网络的问题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网络的讨论的话呢 就会看到 这个像数字的保护 还有这个网络的这个商业 以及人们的这个 对于这个数据的使用的 这个自由呢 都是谈到的问题 这个是在横轴上的问题 这对于RGF来说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说呢 可以看到RGF呢 现在也并不是 唯一一个做这个事情的 这样一个机构了 所以我们需要能够 有更多的这种联合的工作 以便能够进一步地 促进网络的治理 我们在座的各位 其实都已经意识到了 现在我们正在处于 网络治理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我们有五个不同的网络治理的 这个研讨会呢 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我们召开的有四十多个研讨会 那么里边的百分之四十 谈到的问题 其实都是跟网络治理有关系的 这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性 那么还有一个 在RGF谈论的 这个主要的问题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 通过很多的研究 我们怎么样能够才能够 一个新的 这个网络治理 首先呢 我们必须要有个 巡政性的政策的制定 我们需要更多的证据 这个政策 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些活动会产生 什么样的影响 在IE 在RGF 在ICAN 在一些不同的机构当中呢 他们的政策都写生 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就像在 在日内瓦 他们的 有一些这个利益相关者呢 他们已经组织起了一个 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平台 以便能够知道 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所产生的影响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政策的一致性 在目前有各种各样的 类似的这些活动 我们应该尽量的能够促进了 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同活动的 直接一致性 第三呢 就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包容性 那么包容性是可以吸引 更多的人的参加 那么更多的人参加呢 就可以有更多的 RGF的包容性 在接下来的四天当中 我们在这个会议室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的 这个创造性的讨论 我们会有很多新的 创造性的想法 我认为 英特网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 英特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使得我们的人类的努力 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因此我觉得 我们应该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以便能够对英特网的未来 进行更好的治理 非常感谢各位 非常感谢 谢谢Evan 接下来呢 我就请Sasunga 来给我们做总结成词 各位各线 尊敬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的开幕环节呢 接近尾声了 首先我要感谢所有的发言人 对于印尼来说 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参与 本次IGF论坛 也非常高兴 能够欢迎大家来到本次会议 来分享交流你们的意见 IGF呢 一直非常推崇于多方 利益相关方的这个平台 来进行讨论 并且呢 来让互联网使用 带来的机会最大化 同时呢 也是要解决互联网带来的挑战 在这些会议上 像Icon呢 还有Diplo基金会等等 这些发言人都谈到了 UPG和Pandy 这两个组织 你们如果不熟悉的话呢 我想讲一下 UPG 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 服务供应商的组织 UPG是一个印度尼西亚的 域名的运营商 这两个都是非政府组织 这两个组织呢 与许多其他的这个互联网的组组 互联网公司 这个志愿者等等 共同的合作呢 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主要是他们的努力下完成的 我也听说昨天呢 高级别的领导人的会议呢 有超过500名 这个参与者来自53个国家参加 我知道呢 有许多的工作呢 是需要政府来做的 不能光靠这个 这个非政府组织 比如说跟这个 经济社会事务部 牵涉一个动导主协议等等 这些还是需要这个政府组织 所以说我也想请大家所有呢 能在星期四晚上参与我们的这个晚宴 感谢大家 再一次呢 我想强调我们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 这个工作方式的重要性 不仅仅是这个互联网 包括我们今天这个爱奇夫论坛本身 也是多利益相关方共同促成的 在我们第八次会议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个开放的包容式的对话 旨在加强我们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促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并且为互联网的治理的未来指明方向 那我就此宣布 我们2013年IGF论坛开幕式圆满结束 明天早上开始 我们会有许多的讨论 希望大家这个会议非常的顺利 并且祝大家在巴黎岛生活愉快 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大家在论坛上讨论愉快 谢谢大家 谢谢女生们 先生们 开幕式到此为止 谢谢 欢迎订阅